雷霆881 刺冊903 有誰共鳴 我是盧凱彤 在這兩年間其實自己都經歷了很多高低的起跌 其實很想藉著29歲的這一年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很多經歷 15歲開始入行的Alan盧凱彤 不經不覺已經29歲 由at 17 到成為獨立歌手 經歷過快樂的青春和殘酷的躁鬱 Alan 決心埋葬29歲之前的日子 重新調整行到迎接三字頭的內臨 看《29歲的遺書》這首歌裡 其實隱藏了很多比喻 例如想把之前的很多不開心都埋葬了它 或者想在三字頭來臨之前 可以重新開始一個新的旅程 自己很感謝黃偉文幫我寫了這首歌的歌詞 令到有很多自己心裡的說話 都可以藉著這首歌可以說出來 例如有很多以前的黑暗 都可以現在變成發放煙花的前奏 令到自己可以將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都變成一些正面的能量 送給你們這首歌《29歲的遺書》 將鬱燥之味 聞上有悲 不蓋掩 我轉棋 不止有焦慮 還有惡氣 跟我走 撫遠地 重生 童年約不欣喜 何況指今天氣 人生 人人畫指三張戲 不必太悲 揮揮手告別者之頭 甘戰喜快樂我之求 不想像 不想像 為他當最子心朋友 寫首歌 輕和尊之頭 扯上手 決定以後不發抖 捧著結他救地球 嗚痹 嗚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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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太放離 黃素曼 我擦住 後面皮 新天月山地 熬到短氣 不退笑 變聲離 前轉 從前將詩相比 外面將個哼氣 月山 由月份美足的棋 很多總計 廢廢手舉 別者自投 金錢起快樂我自求 最差刻 當中花風 煙花前奏 寫首歌 興海轉自投 借雙手決定以後不發抖 通著結他 高地球 揮快手 告別者自投 可不好人在我異謀 憧到你 禮物主角 想花才有 今千起 創作我自投 憩不敵背後不樂失法揪 我自己由15歲入行 到現在29歲 可能真的比起某些同輩的朋友早入行 我自己覺得 因為這麼早入行 有很多青春 很多活力 其實都奉獻了給音樂事業 當然了 這29年來 有很多很開心 很精彩的日子 亦都會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不開心 不過我都很希望 可以將開心和不開心 都放在一旁 因為有時候 你真的需要將所有東西都埋葬了 你才會有空間重新開始 不能說輸打贏要 開心的東西就留下 不開心的東西就拿走 我自己覺得 雖然是有很多很精彩的日子 但是暫時我都覺得應該忘記了它 才可以真真正正地從頭開始 所以在三字頭的日子 我希望是可以從零開始 真真正正無論是音樂風格那方面 或者是自身的成長裏面 都可以是一張白紙從頭來過 這一陣子很流行說墨進龍 我自己本身都很欣賞它 一直以來都覺得它的音樂 有保留了一份很珍貴的Quality 它的質素是很高的 它的音樂 包括之後它自己做導演 也都拿過獎了 到了這幾年 自己很喜歡它推出的EP 其中一首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蔡德才幫他編曲的 《無念》這首歌 由陳生黎寫曲的 我自己很偏愛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 它好像打破了很多香港流行曲的一些規限 你再不是好像普通一首 聽完之後可以去K坊 唱一次的一首歌這麼簡單 它是幫你進入了一種 視覺加聽覺的空間 你由intro那一刻 已經覺得 好像進入了另一個模式 你好像在黑暗之中 聽著這首歌 它好像有旋律 但又好像是一種雜聲 為什麼它的編曲 不像一般的流行曲 然後它步步推進 變成了一個主旋律之後 又有懸惡 又有高潮 又有起伏 之後到最後 它又變回噪音 我覺得在流行曲裡面 我們很少可以看到這樣的 處理編曲的方法和手法 那Juno最令人期待的就是 它勇於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 還有它永遠都是 我自己覺得 不管市場的考慮 就可以做一些高質素的流行音樂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 無念 願無什麼值得聽 但已更破證 尤其清得心跳有聲 如果無什麼值得認 如無什麼值得認 會要心鎮定 神何開始安慰眼睛 連長點光幻影 落花露水 電明 自清 不停 一色燈一切被紀念 一開燈一切是夢念 飄過這怨念 遍到那個怨念 一呼吸一臉是愛念 一思想一路是怨念 適風了殘念 適風了殘念 流紅了有可憐 不可憐 不可憐 我曾亦不得數 勇氣色煎動 由如蜜漆掛望風 無緣在腦海打擾 沒有輕易重 由如枝繞看他太空 成座正德補充 請低自己腳踴 是為了你 紅紅 一齊燈一切被紀念 一開燈一切是夢念 唱作人盧凱彤 歌曲全程引發你的共鳴 其實我和吳與飛 由入行的第一天已經認識 因為在2002年 17 Shine Cookies E Kids EO2 其實都是同一年的新人 尤其是我和Carrie 因為我們倆都是 當年還在讀書 還會穿著校服裙 去到演唱的當場 就要兩個一起進廁所 換一些歌衣 才出來演唱 所以和Carrie的緣分是特別深 而且認識了很久 但是一直到今年才有合作的機會 這個機會是很有趣的 因為Carrie就找了蔡德才去作曲 和編曲監製 蔡德才一直都想了很久 都寫不出那首要寫給Carrie的歌 有一天我上到人生人海 和Jason聊天 Jason就做了音樂底 但一直都寫不出旋律 我膽粗粗拿了一支麥克 在他的音樂底裡唱了一個melody 變成了上入飛飛這首歌 間接地變成了我和蔡德才一起 合寫給吳宇飛的這首 上入飛飛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極速地寫好 但又令我們很滿意的一首歌 變成了一個很有90年代風格的一首流行曲 雖然吳宇飛沒有用來派台的這首歌 是一首sidetrack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適合他去唱 而且他都演繹得很好 亦都是覺得到我們入行的大概是十二三周年 你可以看到我們兩個的成長 一個就變成很出色的前線女歌手 一個就變成很出色的幕後音樂人 幕後的唱作人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長大了很多 兩位女士都在自己的領域裡 拿到很多滿足感 還有還是很努力地做自己 在十五歲的當年很想成為的人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都見證著我們兩個的成長 在十五歲的領域裡 在十五歲的領域裡 都要照耀 送你一片四方 雪上 抬頭是黃蜂都要照耀 能發音無敵 能發音無敵 美傷 悲傷 走開啊 飛放啊 飛放啊 落心殘量 落心殘量 走開啊 飛機 月 走開啊 Zither Harp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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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年以来 其实香港有很多改变 尤其是乳散运动之后 其实大家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 我们个风气都有很大转变 尤其是对于有很多香港的音乐人 其中一個改變得最多的是何韻詩 我自己在今年看完他的衣館演唱會之後 我都不得不捨一個伏字 和很佩服何韻詩這個人 作為他的朋友、作為他的舊同事 我都是覺得這個人真的很了不起 他由一個大唱片公司的一線女歌手 變成現在自己公司的CEO 和變成一個社運人士 他都是每一次做的事 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創新 他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希望可以推動到他自己的音樂上 或者在社會上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搞作 每一次看到他無論在電車上的音樂會 或者在自己的演唱會上 他都是希望可以關心到不同階層的人士 我很佩服他 還有希望大家在未來的這幾年裡 都可以繼續看到他有更多不同的 在社會上幫不同階層的人發聲 還有大家一定要聽這首歌 是有種人 他在裡面其實隱藏了很多 關於不同種類的香港人 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以及我們究竟 可以怎樣更加認識到香港這個地方 不只花花世界人欲美夢 沒有天梯也有地上人來跟蹤 不只一種過去現在未來 需要珍重 不需要一把尺去便便有用 還又一種有家但是無求的用 來爆炸 來爆炎 笑到 發熱 動人 出眾 動人 噢 不必長於這女就是這樣 何況天生了卻未再富有天涯 誰人仰煙花燦爛換來花香 是有種人 念者已有風景 有種歌聲 從未曾被減定 必須在夢裡 站著做夢更細節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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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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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年 只是讓我們居住 其實動物都可以有居住的權利 所以我很支持大家去保護我們城市裡的流浪貓狗 動物朋友各成員以動物福祉為優先 過去一直在不同範疇自力協助有需要的小動物 未來也會秉承這個精神繼續造福動物 動物朋友安排動物絕育 減少社區流浪動物數目 成效直接長遠 動物朋友也會向自養者灌輸正確的照顧動物方法 令牠們的生命得到應有的尊嚴和減輕牠們的痛苦 我是盧凱彤 如果我選的歌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請用手機發一個短訊到50-881-903 捐出5元支持動物朋友 此時此刻有誰共鳴 唱作人盧凱彤歌曲全程引發你的共鳴 我覺得在我自己遇到很多高低起伏的時候 蔡德財是一個很大的支持者 對我來說 因為牠除了是我的監製之外 牠在生活上都是一個很大的心靈導師 牠除了對我音樂有很多評語 還有會幫我之外 其實牠的人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牠很多時候都會告訴我 你在人生裡經歷的事情 都會帶你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雖然可能自己遇到低潮的時候 或者心情很差的時候 會很沮喪 但是隨著隨著 整天都會令我記住 這些低潮位 都是會帶領你去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會令到你見到一些 你以前在高峰的時候見不到的一些東西 每一個階段都是有它的意義的 它都是會令到你長大的 尤其是我在生活和長大的環境之中 我經常都是飾演一個很年輕很小的角色 所以我的花名也是叫阿妹 我身邊所有人都比我大 我一進入人生人海這個家庭的時候 所有人都比我老職 明哥、Jason、林二汶都比我大 所以牠們會把我照顧得很好 但有時候也會忘記 其實我還很年輕 有些事情我還沒經歷 他們就已經經歷了 我是很需要有一個會體諒我 還是很年輕的一個人 Jason正正就是這個人 他經常都會等我 他經常都會給我時間去長大 我很慶幸 在我沒有辦法去做歌 我沒有辦法寫歌 我一直都很不想做事的 那段時間 他也是會陪著我 他也是會說 你上來公司啦 你來坐下 我們不用做事的 就是 你上來我們聊聊天 沒事的 就聽聽歌 或者上網看劇 他經常都會叫我上去 讓他可以陪陪我 我覺得做音樂 不是真的只是做音樂 做音樂是一起分享音樂 一起去度過一些時間 這樣才令到我們 錄音的時候 或者真的創作音樂的時候 變得有意義 有意義 在我自己休息了的兩年時間裡 其實我也知道 有一個人 同時間也在休息 那個人就是周國燕 我也跟他見過一兩次面 我也知道他自己經過了一些低潮的時期 他瘦了很多 但其實我也有見過他很精神的一面 他的創作 其實從來都沒有真的離開我們太遠 因為他自己有很多很飆青的創作 那現在呢 近來見到他 又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回來了 喜歡到 這首歌在我的腦海裡 不停地徘徊 因為真的是一首很好的創作 加上他的MV 真的拍得很漂亮 聽說他是突然飛去日本拍 我覺得 好的音樂 真的無論 暫別多久 其實到他回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震撼力 和很大的影響 所以 當周國燕再出現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嘩!我們很想念你 所以 接下來 他聽說會很快開場 所以我也很期待 他的Live Show 我也很記得 就是 在兩年前我開 醫館之前 他也是開了一場醫館的 我還特地去看 就是 都覺得他開Live Show的那個 力量是很大很大 那我也非常期待他來的Live Show 所以我都很想 播這首歌給大家聽 我們都不是無故的 還有很推介大家去看回他的MV 因為真的拍得很好看 愛我 在供我拉的白河 凡事也不放過 盡全力摧毀我 其實我都有錯 難知紅毛火太多 憑直覺的反擊過 不知我做過些什麼 誰 無故 不見公開上世 博安婦 然後放上分給我 貪給我 做那位 屠夫 誰又無故 受苦 受苦 一體前過分 要死去 那痛苦 本命我都分一貫 什麼會 留下你相扶 孤單自負 身心 上世 並不再負 忘忍罪 假裝很再負 就怕去追蹤封光的 要做陳風光的 讓美麗及這結果 羞乎 不想分手只要吃虎 其实你做等于我 否开我 好等于前 福 盧可彤在去年不幸患上躁屈症 也曾经伤害过自己 幸好他之后积极面对接受治疗 并透过适合自己的方法 例如画画、旅行和纹身舒缓压力 加上得到亲友的支持 经过一年的治疗和休养 终于走出躁屈症的阴霾 重新出发再建乐坛 来近11月将会在九展举行 阔别两年的个人演唱会 来近11月21日 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大型的live show 在StarHall那里举行的 自己在事隔了两年之后 终于都有自己第二个大型live show 我想播以下来的歌叫做 《圆滑》 在这两年间 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 存了很多蛋药 希望可以在11月的时候 再次在舞台上和大家见面 其实在5月的时候开了一个画展 也推出了Pillow Talk这支碟和画冊 虽然Pillow Talk只是一支在家录音的大碟 但当中有很多歌 有抒发到自己在低潮的时候的心情 还有天色狠暗、发斗 这些比较私人的作品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机会在我的live show里听到的 今次的live show很早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在舞台的效果上或者在内容上 都会带大家去经历一场 像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这一场 由青春、活泼开朗 到黑暗、蝶丝底里的一个旅程 我相信这场live show会挺像过山车的 但大家能入场就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有信心可以带大家去经历一个 几冒险又几刺激的一场live show 不挖不挠想跟你合泡 但硬直两只快将切断 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 运输署宣布 青鱼干线路面在晚上9点40分已经重开 重复运输署已宣布 青鱼干线路面在晚上9点40分已经重开 我未投颜过圆着你胡桃去迎合你 我抹头抹尾 如穿汽球集光长煮气 我又甜又美 不过又讨厌自己那样有味 最后圆润都难辨我 闷是我还知你最后圆滑到 无事我存在也无外力 忌亦无力忌想太坏想抱住的电落 我的 指尖不收间放次利器 前面是灵局擦霜面皮 放心不挠局只赚自己 如维持量值定期 如何能陪你去笑脸 欺骗 随缘滑光 眉头额谷 愿着你胡道虚迎合你 我没头没尾 如像气球杂光 藏着气 我又甜又美 不过又讨厌自己哪样有你 最后圆润都难辨我 无事我存在也无外离 亦无力 走太晚 想補住的跌落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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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認得起 無果的你 林二汶在我的生命裡 是一個怎樣抹都抹不走的經歷 就算想怎樣也埋葬不到他 他最近又 好像快要去上海和台北開演示 當然不可以不播他的歌 《Do You Love Me》這首歌 算是我第一首為他作曲的歌 很開心可以為他寫歌 因為在他單飛的路途上 我們私底下從來都有聯絡 關係依然都很親密 不過在事業上 我們都向了很不同的方向發展 我們經常都會更新 大家有沒有被人欺負 或者外面有沒有人對你不好 或者你過得怎樣 大家都會很掛念對方 最近有人問我們什麼時候復合 我們都會說 等多兩年 等我們十五周年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都可以說 應該2017年 總統都會做一些攪作 但我們還沒有想清楚 究竟是Live Show 還是出一首唱片 還是出一首首唱片 我想2017年 總統會有合作 再看看我們這兩年 在外面拼搏成怎樣 不過我們都開始想念 《At Seventeen》 可否决定为一人 重斗开一种旁词 一种拒指 可否以后就一起 来性就一种故事 一种意思 动人的爱 是否都二人都主要 越重美丽 动人的你 是否只能跟我 一言为敌 夜里的轮廓问你 用你的语言说我爱你 可是我还想送你 用日语成Nixie 爱你的喜好约定 有你的语言说我爱你 可是我还想送你 用日语成Nixie 爱你的节奏陪你 有你的语言说我爱你 可是我还想送你 Oh do you love me it love love you 你有你的语言说我爱你 一般 我陪 你 那是 你陪我 那是 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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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 你陪我 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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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我 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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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嘉烈是我第一首寫給黃耀明的歌曲 也是黃偉文填詞 到現在可以洩露一個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馬嘉烈是我本人 因為當初明哥在有這首歌的時候 他也有告訴我 有部份的影子是來自我的 所以在29歲的遺書裡面 新天與新地捱到斷氣的這段歌詞 反映當年的馬嘉烈 離家出走後 長大後 自己要面對這個世界 也要面對自己的恐懼 放下自己的恐懼 這段日子 其實是有一個互相呼應的關係 在這裡送上親愛的馬嘉烈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回顧當年離家出走的馬嘉烈 到今天也可以把自己的29歲放在一旁 再迎接三字頭的來臨 車在車站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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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一列黃髮 可惜的你睡著 不停留 沒經燈 沒經燈 三六千年 你一定發抹射完 誰給你遷 誰給你遷 就年輕人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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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不在乍 那輩子 一輩子 之夜 L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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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城市不只是讓我們居住 其實動物都可以有居住的權利 所以我很支持大家去保護我們城市裡的流浪貓狗 動物朋友各成員以動物福祉為優先 過去一直在不同範疇自力協助有需要的小動物 未來亦都會秉承這個精神繼續造福動物 動物朋友安排動物絕育 減少社區流浪動物數目 成效直接長遠 動物朋友亦都會向自養者灌輸正確的照顧動物方法 令牠們的生命得到應有的尊嚴和減輕牠們的痛苦 我是盧凱彤 如果我選的歌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請用手機發一個短訊到50-881-903 捐出5元支持動物朋友 此時此刻有誰共鳴